这是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将在未来有新的机会 外界高度关注的2奈米技术进展 台积电指出 采用奈米片电晶体架构 将如期在2025年量产 相较3奈米的N31 速度再提高15% 功耗可以降低30% 同时晶片密度增加15% 此外还有3D Fabrics先进封装 及细精堆叠技术的最近进度 为哲家指出 台积电持续成长进步 加速推进制程技术 提高效能功耗效率及功能性 协助客户在未来 持续释放更多创新 台积电北美技术论坛 共计超过1600位客户 及合作伙伴报名参加 论坛后续由奥斯丁 波士顿场次接棒 台湾场次将在5月11号 以实体方式召开 新台电视直间里 沈为同台湾台北 总和报道